真相我来帮你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这个缅北 从区域上划分 可以分为汉人聚居的国感 瓦族人聚居的瓦邦 以及歹族和缅族人为主的胆邦 咱们今天的故事 就先从瓦邦说起 在瓦邦的一处 占地广大门禁森严的庄园之内 高墙上拉着电网 四周矗立着岗楼 探照灯不时的扫过 这里正是瓦邦军阀头子包有梁的 二公子包君龙的府邸 此刻星月涓涓 夜寒将近山险斗 庄园之内一间不大 但布置的非常温馨漂亮的房间之内 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 正对着手机的镜头 搔手弄姿的 她在做直播 她卖弄着自己这个价值连城的翡翠 珠宝玉器 她的直播的题目 干脆就直接就是驾到缅甸 有多好 她叫朱仙美 人如其名 确实是一个貌若天仙的美人了 此刻她正在得意洋洋的告诉那些 正在看直播的人们 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年轻人 看呀 我是从云南驾到这的 现在我每天过着锦衣玉石 奢华到无聊的日子 哎呀 大陆的这个兄弟姐妹 年轻人们 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姑娘们 缅北是你们的天堂啊 赶紧来吧 对不少大陆的年轻人而言 这个朱仙美 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 但她真实的身份 非同一般呢 她是这个包军龙 那个军阀的二公子 包军龙最宠爱的妻妾 包军龙的老爸包有良 是瓦帮的土皇帝啊 包军龙自己呢 则担任瓦帮炮团的团长 仗着老爸的宠幸 包军龙在瓦帮是说一不二 全是熏天呀 对朱仙美呢 包军龙是极为宠爱 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 给她摘下来啊 镜头前的朱仙美 伶牙俐齿 温婉可人 一顿口弱玄和的 这个山火之后啊 结束了直播啊 关上手机之后 刚才还笑叶如花的脸上 立刻换上了一副 冷若冰霜的神情 她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朝屋外走去 门口站着四名 身着军装的干练的女子 立刻跟她一起走了出去 她们七转八转 来到后院的 一个阴森的地牢之内 里面关着十几名年轻的女子 个个是面容憔悴 神情伪顿 云并不整 衣衫蓝绿 朱仙美看看她们啊 指着其中两个命令道 把她们带去好好洗个澡 打扮得漂亮点 今晚就安排她们 伺候南边来的那两名长官 然后呢 朱仙美走到那两名女孩面前 冷冷地说道 今晚你们表现得好 我会让你们搬到小红楼去住 锦衣玉石 过上这个有自由味的生活 但如果客人不满意 那你们可就惨了 我会把你们卖到果敢的妓院去 到时候你们可就生不如死了 这两个女孩吓得 看着这个朱仙美浑身是 触电般的战力不止啊 朱仙美1986年出生于缅北的瓦邦 他们家呢 经营着当地最大的翡翠矿 家境优渥 养尊处优 很小就随着做生意的父母 来到了云南的昆明 住在昆明 长期住在昆明啊 比起这个贫穷落后的瓦邦 昆明多好呀 是吧 作为瓦邦土皇帝的 包家二公子包君龙 很早就垂涎于朱仙美的美色 考虑到家族的生意 以及包家在当地的这个权势啊 朱家二话没说 就同意了二人的婚事 就这样 朱仙美架到了包家 过上了一指气势的少奶奶的生活 包家手里拥有一支 多达三万人的正规军啊 控制着瓦邦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徒弟 和果敢的四大家族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为这些诈骗集团的家族 提供武力保护 并收取高昂的保护费 他们自己也经营着各种 这个肮脏的罪恶的生意啊 可谓是罪恶累累啊 这个朱仙美啊 天性残忍很毒 和残忍试杀的小军阀包君龙 两个人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啊 嫁到包家之后 朱仙美开始利用她的美色 把自个儿打造成了一个网红 而且在节目中呢 在她这个直播节目视频中啊 营造出缅北市一片 温柔富贵乡的假象 哄骗很多大陆无知的青年人 来到这里 一旦被骗走进他们的领地啊 这些可怜的男孩女孩 就成了人框了 男的被逼去电诈员做骗子 电诈骗子 女的就成了妓女嘛 这是朱仙美的抖音账号 你看她经常晒出一些 和大明星的合影 有舒奇 宁静是吧 张志玲啊 宋慧桥啊 等等等等 因为他们家这个家族财力雄厚啊 她老公家族也是财力雄厚嘛 她在内地拥有多间公司和产业啊 她经常会收到很多这个邀请啊 参加一些上流社会的活动 因为她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名媛嘛 网红名媛嘛 她的社交媒体账号里面充斥着 名牌 名表 名包 名车 各种令女孩子们 为之疯狂的珠宝首饰 灯红酒绿 知最精迷啊 总之在外人的眼中 她就是一个漂亮可爱的 锦衣玉石的美女网红 朱仙美利用自己的这个网红的名媛的 这种身份的 不断的炫富秀恩爱 营造一种女孩子 只要你来到这儿 傍上一个军阀 就能够一夜之间飞黄腾达 被宠成小公主的这样的一个假象 让无数无知的年轻的女孩子们 产生幻想 她穿上军装和丈夫在一起 秀恩爱 旁边一大群士兵保护 她告诉她的粉丝们 嫁到这里 你也可以过上这种 人上人的美好生活 其他几大家族呢 也有样学样的 打造这种绵北网红 前段时间 前几年很多 这个来自绵北的网红 风行一时 最后竟然在大陆成了气候 绵北竟然成了 大陆的年轻人们趋之若鹜的理想国 大陆甚至有段时间 还出现了所谓的 这个绵北爱情文学 女孩子们对绵北是新生向往 每天都坐着去绵北旅游 偶遇年轻英俊的军阀公子 两人一见倾心 然后一场盛大的婚礼之后 就成了众人羡慕的 绵北的小公主 无数的少男少女 整天就做这种白日梦了 有多少年轻人就是这样 在这种白日梦的诱惑之下 被骗到了绵北 被逼成了电诈员的电诈骗子 或者成了杰克的妓女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 绵北的电诈 电诈员会如此迅猛 泛滥成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绵北的四大女魔头中 朱仙美是最漂亮的一个 那么另外的那三个女魔头 是何许人也呢 在继续咱们今天的故事之前 请允许我为大家来介绍一款 感洁黑舞 黑舞不叫道 马上奖励自己 或者送礼的好东西 雪花秀超值大礼装 没有需求朋友 你可以直接跳过去 看后面的精彩故事 这个雪花秀的大名 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这个超值大礼盒 非常超值 里面一共有六样东西 爽肤水 外加赠品爽肤水 还有景致护肤乳液 外加赠品一瓶 还有景致护肤霜一瓶 还有第六代金花液一瓶 总之不管是送礼也好 自己用也好 都是非常超值的好东西 冬天到了 寒冷干燥的天气 是肌肤最大的敌人 所以每天早晚清洁 脸部的肌肤之后 一定要抹一些护肤乳液 精华液之类的东西 我就经常这样了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肯定比我懂得多 这个雪花秀 因为是个知名品牌 所以网上的假货特别多 在这我可以拍胸脯的保证 您从我们蓝莓优品上 买到的百分之百 绝对是好东西 是真东西 我今天重点给您推荐的是 大理盒装 是韩国生产直游到美国的 而且蓝莓优品的网站上 掉下来了 而且蓝莓优品的网站上的价格 也是全网最低的 不幸您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 货币参加 那么这周就已经是赶结了 所以雪花秀超值大理盒 推荐给您 购买雪花秀的链接 我就放在今天节目评论区的 置顶处和文字区 记住一定要输入 我给您申请的专属折扣 JGY 我的名字的首字母JGY 就能享受85折的大优惠 主要产品数量有限 赶紧点击下方的链接 不然就手慢无了 好 继续我们的故事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四大女魔头中的 第一个美女魔头朱仙美 我之前讲过了很多次的 那个缅北大军阀 魏超人的千金 魏荣是第二个女魔头 也是令人弹之色变的 那个嘎腰子园区的 幕后主使 非常残忍 蛇蝎美女 关于魏荣 我已经有两期节目 都详细说过她了 这里不再多说了 剩下两位是一对姐妹 她们就是 缅北势力最大的 白家的白应蓝和白应改 缅北势力最大的 白所成白家的大女儿 白应蓝和魏荣 两人是闺蜜 两人最开心的事 就是嘎腰子 他们俩被当地人称为 缅北最强嘎腰子二人组 他们俩有一次真说过 说他们俩最大的矿 不是金矿也不是银矿 而是肾矿 多吓人 肾矿 我的天 非常残忍 白应蓝 1990年生于缅北的国感 是地道的汉族人 中国人汉族人 他相貌温婉大气 还有几分古典美 是当地很出名的缅北名媛 但却心如蛇蝎 残忍嗜血 魏荣和朱仙美一样 主要是通过互联网 打造互联网 社交媒体平台的网红 通过这个平台来骗人 而白应蓝则是通过慈善活动 来骗那些需要帮助的贫苦百姓 这个白应蓝经常 以慈善家的身份 去中国大陆 出席各种的慈善公益活动 以此博取人们的好感和信任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大善人 白应蓝成立了一家 叫做新百利公司 以及和大哥白应能 一起经营百胜集团 搞赌博的 私下不但是个赌场 而且还从事诈骗色情等 肮脏的罪恶活动 白应蓝还会借着帮人找工作的名义 把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 家境不好的大陆的人 骗去缅北 变成人矿了 送去电炸园 成了这个人矿 最后一个女魔头 就是白应蓝的妹妹 叫白应改 作为白索成的二女儿 她的存在感差了一点 但是手段之狠辣 形式之残忍 丝毫不逊于她姐姐 不过白应改的事业心不强 她更喜欢花天酒地的享受生活 她之前已经有过两任丈夫了 目前的第三任丈夫 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来自浙江的曹强立 这家伙原本是温州 当地的一个小混混 后来惊人介绍来到了缅北 加入了一个诈骗集团 靠着心黑手狠 渐渐成了一个小头目 一个偶然的机会 曹强立遇见了白应改 不知何故两人一见倾心 蛇鼠一窝 王不看绿洞 看对眼 可能是足够low 足够坏 足够狠 最终曹强立成了白家的上门女婿 娶了白应改 有了白家做靠山 小混混曹强立身上的恶的本能 立刻绽放出了可怕的能量 她在当地成立了叫温州同乡会 记住 福建同乡会 温州同乡会 这些同乡会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叱咤当地的政商两界 并利用她的温州富商的身份 游走于中眠两地 这个败类对大陆同胞的残害是无所不用其极 她在缅北也有一个诈骗园区 专门针对大陆的中老年人进行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诈骗 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 沿下随着缅北战事的发展 这四大女魔头四大家族的好日子都到头了 据最新消息 缅北四大家族即将被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 剿灭 白家老二白印仓 已经在前几天的一场战斗中被打死了 白家其他人仓皇出逃 其他另外三个家族 魏家两个刘家 也都行将覆灭 这些罪恶累累的人渣 最终都会遭到无情的审判 其实在缅甸的其他地区 也有很多地方武装割据势力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也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犯罪产业 但为什么果敢却成了电炸最猖獗的人间地狱呢 造成果敢乱局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就是民族矛盾 出于对共产党的厌恶 所以缅甸当地人缅族人 对这个从中国迁居来这的汉人非常的敌视 很不友好 汉人在这也被视为列等民族 根据1982年缅甸军政府颁布的身份制度 缅甸的身份证分为六种 红卡 白卡 蓝绿片蓝卡 蓝卡 绿卡和三折卡 六种公民身份 红卡的等级最高 是缅甸的正式公民 缅族人当地的这个人一出生 就能拿到这个红卡 是等级最高的 拥有所有的政治权利 可以自由的买房子呀 办护照呀 选举呀等等 也权利都有 白卡次之 一般是给那些归顺来的少数民族 或者外来移民 但是没有投票权 那个白家的当家人白索成 一开始拿的就是白卡 因为他有权势嘛 军法嘛 是吧 拿到白卡 再往下就是这个蓝绿偏蓝卡 只能证明你是居住在这个缅甸 但不被视为他们的公民 再次一等就是这个蓝卡了 大多数的这个第一代 第二代的华侨持蓝卡者较多 蓝卡可以买房 可以办护照 可以开公司 属于客级 是客人呢 也可以工作 但是呢 你当不了公职人员 也没有其他重要的政治权利 什么选举权这也没有啊 绿卡 多为蓝卡持有者的子女 蓝卡持有者生下的孩子 先拿到绿卡 你也不能从事公职 需要等到第三代 后代到第三代之后 才能够申请拿到红卡 最后一个等级就是三折卡 打三折 只能算是一种临时的这个身份证明了 什么权利也没有 所以在国改呀 只有少数的汉人 能领到三折卡 大多数人 连任何一个身份证都拿不到 黑户 就算已经投靠了缅甸这个军政府的人 比如一些民兵大队的民兵 也要忍受层层盘剥 身份证要等好几年才能够办下来 目前整个缅甸 大概有30%的人是没有任何身份证的 他们主要都集中在缅北 国改 没有身份证 没有身份 就无法享受最基本的人权和社会保障 社会服务 也参加不了任何社会活动 安全没有任何保障 这就是为什么缅北的犯罪 会如此猖獗的原因 没办法呀 什么都没有 只好铤而走险 国改的那些地方势力 为了生存 也为了自保 由汉人组成了军阀势力 便蓬勃发展 没有办法 最后还弄的是实力 越来越强了 搞得缅甸当地的军政府都不得不忌惮三分 最终就成了目前这样一个四大家族把持的局面 关于四大家族的详细由来 我在8月3号 以及上个周五的节目中 有详细的这个讲过了 大家可以听听啊 在缅北啊 虽然瓦邦 胆邦 蒙平啊 这些地方也在搞什么电诈呀 什么乱八道 但是最起码他们有自己统一的领导机构 有一个说了算的单位 是吧 无论是收保护费呀 日常管理呀 都有章可循 很多事情比国改要有底线一点 你比如说啊 这个电诈员 打死人了 是吧 治安大队啊 会上门罚款的 死一个人 罚50到100万 所以这个电诈员的老板 为了不被罚款 很多时候就不敢太过分 是吧 不能给我弄死人 怎么怎么 那国改就不一样了 自从80年代 缅甸军政府赶走了国改王彭家生之后啊 占领国改嘛 国改就四分五裂了 是吧 原本的本地军队被改编成了两种武装力量 一种是边防部队属于正规军 理论上受缅甸的中央指挥 但有很大的自主性 像那个魏超人魏家手里掌握的部队 是正规军啊 但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另一种就是民兵大队 没有编制 但是也被国家承认 是吧 就像这个白家白锁城的民兵大队 但是呢 这两种部队 缅甸军政府都不提供军饷 没钱的 那就意味着 他们必须自力更生 自个儿想办法去赚钱 去养这些军队啊 于是出于养兵的需求 这些地方家族 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赚钱 于是就贩毒啊 赌场啊 电炸啊 卖银啊 嫖娼啊 毒品啊 这就应运而生啊 说白了 都是被逼的 随着缅北四大家族的负面 是吧 电炸行业的真相 渐渐浮出了水面 其中很多是令人震惊的 这个电炸行业 需要源源不断的新人呢 随着产业不断的扩大 据说这个缅北 十多万人嘛 这些人哪来的呀 你光靠骗 光靠那四大美女 四大女魔头 在网上忽悠 还是不够啊 于是大陆 在中国大陆啊 就产生了大量 跟他们呼应的拉人头团队 就是中国人骗中国人呢 这些团队和这些电炸员呀 有紧密联系 他们这些在大陆这些人啊 潜入各个大陆的兼职群呀 找工作群呀 微信群呀 各大求职网站 寻找潜在的那些 想找工作的年轻人嘛 然后以高薪为诱饵 诱惑那些人 前往云南的边境地区 我在第一集详细讲过 大家可以听听啊 那些怎么被骗来的啊 甚至到时候连飞机票 都帮你买好了 很多人贪小便宜嘛 机票都买好了 再加上高薪的诱惑就去了 一到这个云南边境啊 负责在大陆拉人头的人贩子 只要每送到边境一个人 就能拿到八千到一万人民币的奖金 剩下他们不管了 这些人就交给下一波 走线团队处理了 走线团队都是什么 凶神恶煞的一帮人呢 这帮团队在接到这些 被骗来的猪仔之后 会以带他们前往工作地点为由 把他们拉进深山老林 然后晾出身上的家伙 这时候你才明白上当了 但为时已晚呢 只能在枪口之下 乖乖的翻过铁丝网 偷渡出境 就出了中国的边境了 一旦过了边境 这些猪仔就会交给另一个团队 叫沙威棒团队 由他们来管了 这个团队负责把这些一个个 还不太听话的 桀骜不逊的猪仔 培训成乖乖听话的电诈员工 而是靠着各种 虐待暴打 然后呢就可以 然后这些被训练好的猪仔 电诈员工就卖给电诈员了 为什么有的人呢 有些被骗去的猪仔 不愿意干电诈之后 电诈员的老板 要他们每个人赔偿数十万 才能走人呢 因为这些电诈老板 买他们的时候是花了钱的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因为走线费猛涨吗 一个猪仔的赔付价格 甚至涨到了七八十万 由于电诈太过猖獗 弄得这大陆是名怨沸腾 中共也实在是做不住了 再加上缅甸军政府的干涉 所以中共开始施压缅北 必须有所行动 果敢地方 割据势力虽然压力也越来越大 但是一个是因为电诈 是个印钞机 实在舍不得 再一个缅甸军政府长期 也收取这几大家族的贿赂 他们大量的钱给了军政府 本身也是电诈产业链的受益者 所以果敢打击电诈的行动 就迟迟无法展开 就在果敢陷入僵局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一个变局出现了 10月27日沉寂了很久的同盟军 果敢的民族民主同盟军 突然出动了三个旅 以打击电诈 解救同胞的名义 开始对缅甸政府军的多个据点发动 全面进攻 现在的缅甸甚至多事之秋 自从2021年 政府军头的明昂来 发动了政变 驱逐了昂山素基 把昂山素基驱逐下台之后 缅甸就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的困境 民主民主同盟军 另立政府 还不断的袭击缅甸军政府 而缅北 克清独立军 克伦民主联盟 克清帮 革命阵线 打成了一团 与军方展开了激烈交火 一年多来 缅甸四处起火 明昂来 焦头烂额 缅北的烂摊子 他是有心无力 这时候 另一股势力突然横空出世 那就是由中共暗中支持的 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 领导人正是当年 国感王彭家生的大儿子 彭德仁 当年这个彭家生 就是在中共的扶持下 统治了国感20多年 国感王 彭家军和中共的关系 不是一天两天了 现在子成副业 彭德仁 当然希望在中共的再次扶持之下 成为新一代的国感王 他打出的旗号多妙 铲除电炸 解救同胞 都是中国人吗 这个口号确实是很顺应人心 所以 同盟军在短短十几天里面 势如破竹 连续拿下了 缅北多个据点 直逼国感的老街 四大家族的势力 是垂死挣扎了一番之后 就几乎是土崩瓦解了 灰飞烟灭了 这时候 明昂来领导的政府军 立刻挥师北上 想要和彭德仁 分享胜利果实 这是目前缅甸局势的微妙之处 明昂来的目的 是希望国感 可以进一步实现 去中国化 他想把国感 彻底改造成一个 写缅文 说缅语 拥有缅甸国家认同的 国感 而不是在中共领导下的 在缅甸的一块飞地 中共当然不乐意了 所以才大力复制彭德仁 虽然国感的四大家族是完蛋了 但是彭德仁在中共的支持之下 很可能会成为国感的新一代的土皇帝 目前局势还很不明朗 现在来讲 这个四大家族中的很多电炸头目 一座鸟兽散 他们在几个星期前 就已经偷偷地离开了缅甸 四散到了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台国呀 柬埔寨亚那地方 越南什么的 所以缅甸虽然即将成为过去世 但电信诈骗却绝对不会消失 就像今天很火的一部大陆电影 孤注一掷里面的一句台词说的那样 人有两颗心 一个是贪心 一个是不甘心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近期有几位朋友通过捐款网站和留言区 给我捐款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你们的每一份捐款 你每一点爱心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感谢 那么捐款网站 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或您现在扫完屏幕上 这二维码也是可以的 最后呢 先推荐我的会员节目 大话西游 这是一个专门讲述 西方艺术史那些大名鼎鼎的 名字背后精彩故事的节目 本周给您带来的是 文艺复兴最杰出的代表画家 波提切丽 以及被称为文艺复兴 第一美人的西蒙内塔 以及传奇家族 的故事 期待有空中之后 您能去体验一段 轻松美好的时光 这个油管的会员频道 您只要在我的油管 主页的左上角 或者上面 找到一个加入 或者是join这个键 点击一下 就可以进入到 会员频道页面了 每个月只要4块9毛9 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收看 这些精彩的节目了 在这里呢 也诚挚的感谢 所有已经加入了 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感谢你们 好的 新闻介绍点 咱们下次见